新闻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眼看情況危急 駕駛一腳踹開打人的小黃司機 試圖將兩人分開 不料卻激怒對方 氣急敗壞 隨手拿了警示燈當武器 開始反擊 嫌犯越來越失控 公車司機擔心 車上乘客安危 跑回車上 立刻拔門關了 打不到公車司機嫌犯 轉而踹公車門發現 前面那台車子並沒有停 那我停下來之後 就準備下車 定生而出的47歲翁姓駕駛才開公車一年多 年輕時學過10年的跆拳道 加上個性富有正義感 面對嫌犯回擊 絲毫不退縮 那我轉過去就看到很多的雪 然後對方很多的雪 那我只會趕快下車 算是解圍啦 熱心駕駛建議勇為 好消息傳回公司 既打工 並頒發獎金獎勵 公信駕駛直說 沒受傷是神明有保佑 記者是要曾張若宇 新北市報導 答案 答案